当播足球快讯 2021年10月30日 诺定咸森林勇厂坤士柏流浪 星期六凌晨 英冠第15轮先战一场 届时坤士柏流浪将在主场 迎战诺定咸森林 前者今季主强客虐特点先明 而后者则主弱客强 换言之双方今次将以各自优点碰面 可以预期一场激战在所难免 坤士柏流浪今季英冠一度 打出六轮不败开局 可惜其后遭遇三连败打击 尽管之后在主场连续获胜 但由于客场战斗力薄弱 球队近半个月的状态略显波动 目前站列绩分榜第七位 防守是坤士柏流浪今季暴露出来的最大问题 14轮联赛失22个波那么多 是当前英冠失波第四多的球队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 22个失波当中 有15个波来自客场 反观主场军场只失一个 同时拥地进攻表现起人 军场拥有1.79个波的攻击火力 前锋查伊拉近五轮联赛攻入五个波 脚锋顺畅的他将是坤士柏流浪本轮 争取补助主场不失的关键 另一边商 诺定咸森林赛季自禁 好似过山车那跌档起伏 从前七轮只得一和六负开始 再到六战豪取五胜一和不败戒职 遗憾的是上轮在主场遭到负咸四球收肉 不败小头那就玩完 值得一提的是 在此前的不败场次中 其间四个客场诺定咸森林全部收获胜利 当中单场至少攻入两球 而最近一个客场前锋泰来上演 左梅开二度的好戏 他今轮有望继续在客场发光发亮 虽然诺定咸森林目前排名不如坤士柏流浪 但双方目前只相差四分 而且前者整体防守表现较后者出色 诺定咸森林今次都还是有望得分 我们是安播足球快信 多谢你的赞同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